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精彩的幸福秀 来 有请 今天的我是带着我的一个小队伍来到现场 大家都看到了四个宠物狗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四位 年龄最大的是这一位了 今年已经11岁了 还有我们的第二位 也是十多岁 他叫奥迪 还有第三位比较兴奋的这个小家伙 豆豆 我们可以称得上他有多重症 还有我们的最后一个咖啡色的 四个里面颜色有点不一样 也是贵宾犬 他今年只有五岁 今天准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这个小家伙 我生活中发现呢 他对人民币特别感兴趣 并且呢 他能认出钱的面额 我们要我们试一试 好呀 你们四位带钱了吗 小面额的 小面额的 好我看到拿了一个五元的 五一颗五块的 它是多少钱就叫几声吗 对 它表达的方式只能用叫声来表达了 好 看轻 我看到这个女士拿了一个十元面额的 我们来试试十元的 他拿五块换了我一张十块的 他拿五块换了我一张十块的走 好 看清楚 开始 哇 真的是在叫十三号 刚刚好是十元 我们接下来是一个组合表演是吧 是的 好 来 请 准备了是三个障碍 那每一只小家伙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通过他们 我们首先是跨栏 他还拉动了整个地毯 好 第二个通过的方式呢 我们从底下钻过去 我们这个栏杆呢是十六厘米高 这个小狗的身高呢是四十五厘米 接下来我们要跳一个再滚一个 就是这个年龄比较大的小家伙 来 到你了 好 七十了 古兮之年能做到这样不容易了 给他点掌声啊 还有更好玩的有一个狗狗呢 他会跳舞 他用两只脚来完成 好 离 好 痘痘 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 是跳绳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段 鱼狗共舞 他节奏掌握得还不错 好 四位嘉宾哪一位有兴趣 上来来体验一下 来 有请 您做好准备的时候 他就做好准备了 你看你老要照顾他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狗跳得比我好 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技能 算数 现场的四位嘉宾 您来出题目 我们这个小狗狗呢 来现场回答 结果在十以内的加减 或者是乘除 结果在十以内 第一道题就由你来出 好不好 好呀 好呀 我稍微出得简单一点吧 那结果实际 他就叫几声 咱们来看一看 三加一 回答 我觉得第一道题 回答正确了呢 可能大伙还会有点质疑 说是不是蒙的啊 赶巧了 这样咱接下来第二道题 小叶出个难的 除 没错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六除以二 回答 加减成竹都会做 中间的这位嘉宾 九减二 回答 好 最后一位先生 把难度加大 三个数字的混合运算 你写九除以七 看他怎么答 三乘以二 再减三 回答 三 还有一位 特别的有表演天赋 他会装死 并且装得特别像 我们接下来呢 来模仿一个枪声 当然我没有枪 我没有巴掌的声音 来代替 真可爱 都锁了是吧 我们要尝试 换几种方式 看一看 它是否有所反应 起来 这是个隐蔽 一动不动 我们看到 连尾巴都不在动 其实能证明 他活着的 只是在睁着眼睛而已 当然怎么唤醒他呢 有一个口诀 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 谢谢这四位的表演 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生活中喜欢养狗 身边的朋友呢 都叫我狗爸爸高明 你是从事这个工作的是吧 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 但是我是生活中 特别喜欢狗 狗呢也是我人生的 一个转折点 自从有了他们的加入呢 我的生活充满了色彩 我们来说说这个转折点 好吗 我十四岁的时候呢 家庭突然遭遇了一个变故 就是我的父亲去世了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挑起了养家的一个重担 换过很多工作 比如说最开始的抽费品 当时弄一个三轮车 前面挂一个喇叭 录好音 每天要行程将近一百公里 傍晚回来的时候 还要有负重 一两百斤的东西 快到冬天的时候 天冷了就不做了 换了一份工作 是往乡下 小卖店里送瓜子 每天带的货是两百斤 在自行车两侧 一边一百斤 总共是两百四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我的身高是一米六五 体重是一百一四十三斤 所以有时候这个车子 要倒的话 我就很难把它扶起来 这时候我就需要等 路上有行人通过的时候 他来帮我把它扶起来 您的情细 从来买到一整颗 就需要等待 如果您的情细 我们的助于 没有什么